今天起匪大放送呢 我们就来谈谈打麻将 你打麻将怀疑对手作弊 对手就说你明明是输钱就没牌品 这是要继续打呢还是要打架 大家好我是漫娟 虽然说这一次美国大选 什么怪事都出了 但最近又发生一件让我觉得 很不可思议又非常担忧的事 就是密西根的这个底特律 所属的这个韦恩郡呢 先前竟然有官员呢 拒绝认证选举的结果 那理由是呢 他们认为当地有一个中心 在计算不在即投票的时候 出现了舞弊 那我们先前介绍过 美国的选举制度 这个美国不像我们台湾嘛 这个投票日当天就能马上开完票 马上就知道谁当选 那美国各地计票之后呢 必须先把这个结果 送交给地方政府 那由各郡啊 这个政府对过选举结果之后 再进行认证 然后要上缴到州政府 来进行全州的认证 等到结果尘埃落定之后 才能进行之后的这个重新计票啊 安排选举人团等等的步骤啊 那通常这就是行李如意的事啦 很少人会拿来这个做文章的 但今年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啊 那时间回到这个上周二 这个密西根就这个韦恩郡 召开了验票委员会的会议 那对选举结果的进行认证啊 结果就2比2陷入僵局 共和党籍的这个主席巴默呢 以及这个同党委员哈特曼啊 就投票反对认证的结果 说有些地方这个选民名单对不上 消息传出之后 这个愤怒的选民就塞爆了 他们这个网路电话啊 这个三个小时之后呢 这两个共和党人就改变主意 投下了同意票 但是隔天这两个人又翻脸了 他又改口说 要撤回他们的认证 声称呢 先前是受到严重的欺压跟恐吓 才勉强投下同意票的 那他们就要求当地就进行 审核audit之后呢 才会同意认证 那audit就是我们上周在节目 提到这个手工点票法啦 那抓一小撮了这个样本 重算来确认电脑的这个计票 正确无误 不过呢密西根州的这个州务卿 班森就已经表示 可以在韦恩郡审核 但也是要认证之后才可以进行 那州法也是这么规定的 选举部门发言人威莫也说 并没有让委员撤回认证投票的 这种法律的机制 民主党人也很不爽啊 认为这共和党的做法 就超级不负责任 用一些撇步 想要改变选举的结果 还怀疑呢 他们是受到川普的关切 才会推翻新前的决定的 但是巴默就强调 川普只打电话来关心 他人身安全并没有施压 他也毫不怀疑 是拜登拿下了密西根州 他只是想要确保错误 获得纠正而已 最后呢 这个密西根州政府 在11月23号礼拜一 按照原定计划 对选举结果就进行的认证 3比0就确认 由拜登拿走他们的 16张选举人票 但当地两派选民 为了这件事 看彼此就更不顺眼了 美国大选搞到现在呢 场面变得实在有点难看 我先前在美国 跑了这么多次大选 每次选举虽然两党立场分歧 但彼此都还是尊重 共享了这个民主制度的 而这个民主呢 也很大程度 是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 但是这一次呢 许多共和党人 为了翻转选举结果 手段立场都越低越极端 过去呢 通常是小党呢 才会走极端路线 用强烈的立场 来争取特定选民的支持嘛 那反观大党呢 人多极端的意见 就往往会被稀释掉 但现在共和党 却反而变成一个 超级大的极端右派政党 而且还越来越多人支持 有许多专家就分析啊 共和党已经跟以前 长得很不一样了 美国奥勒冈大学的 这个政治学副教授朗兹啊 他就解释了 共和党跟极右派之间的 这个爱恨情仇 他说呢 过去白人至上主义 跟反共团体 是右派两股很大的助力 只是一旦共和党执政呢 这类势力就会立刻被边缘化 遭到切割 不过川普上任之后 却反而把这些势力 拉进了主流 在幕僚团队里面担任要角 包括时常发表这个过激言论 跟这个阴谋论这个班农啦 以及各种争议 政策的这个推手米勒啊 美国智库在New America的 高级研究员德鲁特曼呢 也认为共和党极端化 跟温和派逐渐失事有关啊 支持川普主义的共和党人呢 统统鸡犬升天 那党内呢 任何有野心的人都知道 要赶快向川普靠拢 导致共和党内的中间 温和派声音就渐渐的消失 还记得四年前 川普首次参选的时候 甚至被同党的对手 Lindsey Graham就批评啊 这个川普根本就不是共和党人 他不是保守派 他完全奠基于排外 种族主义 艳女情节跟宗教偏持 当时党内一度就出现了反川运动 就连老布希跟小布希 当年都没有投给川普 不过当年的反川运动 是不了了之啦 而且川普上任之后呢 夹带惊人的身赤 原本反对他的党员 有不少都立刻被川普收编了 而且在美国两党独大的体制之下 就算对川普有多不满意 也只能咬牙留在共和党 因为对他们来说 跟民主党结盟 根本就像叛国 也没有其他第三方的选择 结果呢 就导致2018年其中选举的时候 共和党输最惨的就是温和派的成员 未来恐怕只会有更多的温和派认为 在党内水土不服啊 最后呢 自己摸摸鼻子就淡出了政坛 不只党内的温和派声音逐渐消失 党外激进的音量呢 也越来越强 那主要的这个挺共和党的组织 就包括这个服务派团体啦 反营民团体啦 拥枪团体 这些在传统的美国的政治光谱上 都比一般的共和党人 是要激进很多的 例如这个共和党的大金主 默色就赞助了各种支持 川普上台的保守组织 包括前阵超夯这个极右派的网站 布莱巴特新闻网 那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吗 那拿这些钱选上的共和党人 当然势必就要支持这些组织啦 替这些团体宣传一下 然后再帮他们制定出更有利的政策 让钱回流到富豪或团体的身上 就这样鱼帮谁水帮鱼 久而久之呢 就让共和党的立场就更加的诱轻了 共和党的支持者也有责任哦 那数据显示 在川普的强力催票之下 共和党的主要支持者 已经跟从前很不一样了 很大一部分是50岁以上的 乡村白人劳工阶级 那这群人的立场 本来就相对保守传统 甚至认为自己是被迫害的族群 那立场也比较激进 那这些选民呢 就连带把一群反建制 亲川普的议员就送进了国会 甚至包括这个极右派 阴谋论Q男的这个支持者 葛林哦 那今年也选上了众议员了 那整个看下来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啦 那为什么这样的情况就在共和党出现 那民主党就不会吗 纽约杂这个作家柴特 他就给出了一个方向 他认为呢 民主党支持者在种族或经济上 并没有一个一致性的标签 举例来说 就算身为这个非裔的欧巴马 上任后说 啊这白人通通吃大便啦 想要对这个白人进行报复 他是做不到的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有一堆白人支持者 而且民主党支持者族群是很分散的 并没有一个意识形态 把他们串联在一起 那想让这些选民都感到满意 就只有保持中间温和才办得到 至于川普呢 则是擅长利用族群的标签 那四年前就成功的催出了 蓝领白人的选票 那这种方式很容易让选民入戏激情四射 但也比较容易擦枪走火 演变成族群对立的极端局面 这就造成美国的分裂社会越来越严重 那分裂社会有什么毛病呢 就是你得要处处提防 谁都不能信任 像这一次美国大选的这个邮寄选票 到这个媒体宣布总统当选 到各州计票 认证程序 到联邦总务署交接 这些已经都做了几百年的步骤 每一步都有人质疑 效率本来就不是民主制度的强项 那民主要能够运作 是立即在大家对游戏规则 要有一定程度的信任 对彼此也要有一定的信任 这样大家才能一起走下去 比如说打麻将 你如果老觉得你的对手会作弊 没打一张牌就全部检查一次 对规则也要全部重新讨论一次 你可以说这是你的权利 往好处看还可以修正牌局的规则 让他更难作弊 但对手也在质疑你 你就输了才来斤斤计较 你赢钱的时候怎么见你有那么多废话 所以当大家都在耳鱼我诈 输钱还有被翻桌不认账的风险 这牌你还打吗 今天起北大放松的关键字是 政党利益赢家民主 共和党变成川普党 我们马上回来